所以修佛 我们一定要记住 经教一天都不能离开 离开经教 你保不住自己 你肯定被环境影响了 肯定被环境俘虏了 因为今天的环境太复杂了 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 明文一样的诱惑 才是明里的诱惑 你能够跌得住 除了天天听经 天天读经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没第二个办法 闭关不行 住身也不行 还是会胡思乱想 尤其现在 再高的人 还能收看电视 电视是第一号的污染 所以 一直善知识 不离开善知识 这是最聪明的选择 善知识就是今天 展开经讯 如对佛菩萨 我们今天展开无量寿解 面对着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面对着 诸大菩萨 下连着老爵 下连就老爵死 花脸就老爵死 天天跟这些人在一起 就错不了了 一天不停经 一天不读经 就跟他们没见面了 三天五天不见面了 心就变了 就会动摇了 你说多可怕 所以今天跟阿弥陀佛 佛号是我们的互生福 决定不能离开 我这个六十年能保得住 天天都进 不能不读 为什么天天讲 你不读讲不出来 我用这个方法来破我的懈怠懒 懈怠懒也是人都有的 通病 怎么对质 对质的方法就是上台相见 你天天也讲 你要没有充分准备 你下不了台 用这个方法逼自己 六十年了 还是这个方法逼自己 年轻时候 我在四十多到五十多 那个时候 经历 很壮啊 一个星期 而一天呢 不是加四个小时 一天差不多都五六个小时 我那个时候记得好像一个星期是三十多堂库 在美国 在美国那么多年 要美国环境跟中国不一样 工作非常忙 非常认真 只有星期六 星期天 休假 他们工作是五天 那我们在那边 那我们在那边 讲经呢 只有利用这两天 这两天通常呢 至少是六个小时 最多的是九个小时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晚上三个小时 那时讲经 我是站着讲 不是坐着的 同学们坐着听 我站着讲 站着讲三个小时 这当中休息吃饭 年轻人有体力了 平常几天不讲经的时候 充分准备 我不用这个方法来逼自己的话 自己不会成就 我们去讲经的时候 老师祝福我们 告诉我们 讲经不能中断 中断就会退转 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两个重点 老师给我们规定的 我自己觉得两个重点不行 我会退转 会退转 我以后规定的自己 一天至少要讲两个重点 不可以少过两个重点 听音听不间断 没人听那怎么办呢 没人听的时候 我用那个什么 没有录音 有录音 磁带的那种录音机 我买了个录音机 我对着录音机讲 讲完之后 我自己来听一遍 旅行都不休息 在旅馆里 我对着录音机讲 我是这个笨方法 学出来的 很有效 你不用这个方法 肯定会被 环境染污 我五十多年 不看电视 不听广播 报纸 杂志 统统不看 不但这些东西不看 一般的书不看 人家有人送书给我 我第一个一看版权 我看书的习惯 首先先说老的看版权页 如果它上面写了 版权所有翻译必究 我就不看这个书 所以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你看到这个 不看就不看书 这个人心量太小 自私自利 小心量的人 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不用浪费我的时间 你看中国的古籍 都是 无有版权 欢迎翻印 功德无量 量大富大了 量大智慧大了 你看这些人东西 能不能得好处 你心量那么小 你看他干什么 你浪费我们时间 时间太宝贵了 古人留下的惦记 我们一生都看不完 这是挑剂中 熟度 学佛之后 几乎全部都是佛书 尤其是 必须要读 我学习这一部书的 参考 典击 古大的 我学习这一部书的书 我到台中 跟李老师学了 令人经 两年当中 我收集 令人经的书记 二十多种 老师都感觉很奇怪 哎呀不够思议 这些东西好的 你从哪里找来 那真的 张家大师讲的 富士文中 有求理 心想死成 我想到那部书 哪一个祖师大德注的 大概一年个月就有人送来 恨不可思议 这有一套书 我想的时间最长 终观论述 六个月 半年达到了 这是最长的 有求必应 我需要参考这个东西 没应大概是 佛菩萨认为 没有必要 我也就不想了 除了这些之外 明文立养 是从来没想过 每一天我就 觉得吃饱了 穿暖了 睡觉睡得很好 这就 这就非常幸福了 这个就是 方老师讲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每一天跟佛菩萨 跟圣贤人在一起 你顺利多幸福 还有比这个更快乐 更幸福的事情吗 没有了 所以人生最高的享受 人人都有份 只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求 你愿意 争能得到 佛世门中 无求必然